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 剛剛的公式 假如說一下沒辦法完成 沒關係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雲端白板畫面 那一樣找到那個第一個範例 這個01的電信業者這個 其實裡面就有提供相對應的答案 其實就是這一串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一直做不出來 沒關係你就先把這上面這一串文字公式 它其實可以複製啦 所以你Ctrl C 然後直接貼到那個什麼 貼到我們的這個公式上面 這邊有一個公式就把它Ctrl V 我印象中應該是 這個公式好像位置有點變動 不過沒關係基本上可以參考 貼上如果不OK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 就是H 這邊是I 大概原則上是這一個公式 那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除了用那個REPT加L1N的這個方式之外 我們另外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所謂的TEST函數 那這邊也有一個參考 那所謂用TEST函數 那我再說 其實 因為REPT加L1N REPT的公式後半部就是從09 我把它退回來 退到REP這邊把它先刪掉 退到這裡先打勾好了 退把它回到0911- 那後面如果說我剛剛的REPT加L1N 如果我不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其實相當的重要 因為如果有些地方 假如你不會用REPT加L1N 不會用那個TEST函數的話 那實際上是真的是做不出來的 而且會經常發生錯誤 那顧名思義 AND 所以一樣 如果我今天用TEST的話 你就打一個TEXT TEST 那顧名思義 TEST這個函數 它基本上就是幫你把 這個 數字類的資料 轉換成文字類的資料 TEST是文字 所以意思是幫你轉換成文字 那舉例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84 理論上它裡面是存的84 意思說它裡面是存的一個數字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變成 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把這個84的這個數字 轉成084 其實有0開頭的話 基本上一定是文字 因為數字沒有0開頭的 所以它前後一定要有雙引號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需求是 這個轉成這個 那中間的這個轉換動作 其實就是要靠它 靠TEST OK那要怎麼做 這需求大概知道 那原理也知道 那只是說怎麼做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TEST的刮符 那它一樣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將來慢慢要習慣 就是函數的刮符之後 後面會跟你要的相關參數名稱 那如果你看到TEST就是文字 那如果你看到VALUE的話 這個VALUE的話就是資料 一般指的就是說 我不管是 其實你可以給它 通常是給數字 OK 那通常你給的文字 其實它也接受了 那 意思說那個資料在哪裡 OK 那我資料的話就是84這個 這個資料 給它 那逗點之後的話 必須要給它一個叫Format Format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的文字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把這個資料 格式化成什麼型態 所以我只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 Format TEST 它有加TEST的關鍵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銀號 好那我們來試給各位看 TEST 然後刮符 把84帶過來 然後逗點 第二個的話呢 什麼樣的格式 所以記得有TEST 所以前後雙銀號 移到中間好了 OK 那我們 這個 或者是先前雙銀號 然後再後雙銀號 那記得那個Format TEST的話 記得 因為我要三碼 所以在這個 它的格式化裡面 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你用0來代替數字 所以0 0 0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三碼的話 那很簡單 你只要在雙銀號裡面放000就可以了 OK 其實這個TEST我還蠻推薦各位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游標放在TEST 這邊可以點一下插入函數 那這邊有函數說明 那這邊有函數說明 當然呢 這個裡面 會跟你講一下這個相關的說明 它其實就是把什麼 將那個數字轉換為文字 OK 然後相關的格式參考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這邊 如果你想要把資料格式化成什麼呢 有前開頭的 你可以參考這邊 比如說 它這邊有相關的 比如說取到小數點第幾位 這邊也有 那另外的話呢 也可以格式化成什麼 日期 甚至呢你也可以格式化成星期幾 那星期幾的話呢 它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個標準的格式 Format Test就是4個D 那還有格式化時間 百分比 這個幾分之幾 OK 然後等等的相關的 那這裡 比較簡單的就是我參考這邊 比如說你可以發現這邊是 這個格式化成幾碼 OK 甚至還有經緯度 OK 底下這相關的說明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說明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你直接把它打勾 或者按Enter 那它結果就出來了 你會發現 它就按照我們要求的 就084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相較於剛剛REP RL用來 其實Test會是比較好的選項 所以我比較推薦 你可以用Test函數 可以把這個問題解釋 而且裡面只需要用一個函數 那底下的話呢 那個7可以把它改成007的話 那做法呢 跟剛剛的方法一樣 你就先把G4後面的N 記得N的一定要選到 你就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把這個H4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4 這樣的話 打個勾 基本上一樣 那向下填滿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解決一個問題 不見得只有一個答案 也就是說呢 它提供給你250幾種的函數 那只要你針對這個問題 找到比較恰當的函數 那其實都可以解出來 那可能好幾個函數都可以解決同一個問題 當然只是差別就是說 當然你最後試過之後 你一定要找出一個 相對比較簡單的解決方法 而不要用相對複雜的 不過話說回來 就是能夠解決問題 都是好方法 OK 所以不管你用哪個方法 自己能夠習慣 做出來沒有錯誤 那倒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Test 加到這裡來了 OK 所以又多學了一個Test函數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再來就解決年次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就OK了 基本上我還是比較推薦用Test 那REP加理論其實也會經常用到 尤其REPT 重複哪一個字 那年次部分的話 比較棘手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要的資料 一般習慣是前兩個字 所以我一般直覺是 插入函數裡面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插入函數 那我用的函數呢 一般是用那個什麼 Labs 因為Labs的話呢 是指的是 我要抓取的是 資料裡面的前幾個 以直覺來看 這邊是前兩個字 所以你用Labs按確定 那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什麼奇特現象 你明明看到是這樣的一個資料 可是當你點選這個資料給他的時候 在他的資料顯示裡面 你會發現 他卻顯示成這樣的資料格式 跟你看到的完全是不相關的 有沒有 OK這邊的話呢 明明是70年次9月17 那為什麼顯示出來是29,846 所以跟各位講 尤其是你們經常在 就是處理資料的時候 經常會遇到這種奇怪的現象 明明看到的跟你取得的資料 是完全不同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要想到 原來在eSale裡面有一個所謂的格式的東西 什麼叫格式 格式就是說 它套用 像剛剛那個Tesl Tesl裡面的話 實際上要讓它變成3碼 那實際上它並不是3碼 它實際上是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幫你格式化 所以其實這個 它只是表面上面看到的 跟實際上還是84 OK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它表面上看到的是這樣的格式 那為什麼它可以變成這樣的 主要原因是右鍵儲存格格式 它其實主要是利用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在數值裡面有個制定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因為背後 有一個這個格式的公式 也就是說利用這個公式 就是讓它變成這樣子的 那你想說它原來 它的實際上存在eSale裡面 內部的數值是怎麼樣的 其實實際上 這個是表面上 表面上是用這個公式 所造成的結果 OK 就是讓你看到 但實際上它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你可以切到通用格式 其實你可以切換到通用格式 如果你切換到通用格式的話 它基本上就打回圓形了 它的圓形 就是29,846 OK 所以實際上在處理eSale裡面 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表面上看到 跟實際上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不一樣的東西 當你用函數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發現怎麼會得到的結果 不如你的預期 那你就知道說原來的狀況是這樣 那可是問題 該怎麼解決 假設我把它改成通用 你會發現它裡面就變這樣 29,840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數字 那實際上跟各位講 就是說在eSale裡面的日期 其實日期 它就是一個天數的概念 那這個天數的概念 基本上根據官方說法 也就是說在eSale裡面的第一天 就是1900年的1月1號 它把這一天當成是日期裡面的第一天 那也就是說跟這一天比的話 那後面的數字就會越來越大 比如說按Enter 如果我把它改成通用 當你按Enter 它偵測到中間有兩個斜線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格式化成日期 那實際上裡面 打回原形的話 實際上裡面就e啦 ok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我1900年往後推 到這一天 也就是說到這個人的生日 實際上已經經過29846天的意思 ok 但是要怎麼解決比較重要 解決的方法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把這個恢復一下 這個格式複製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用剛剛講的那個Labs來切 一定會發生錯誤 所以解決的方法 最關鍵的就是用Test 這個好像剛剛把它切兩個字 得到的你會不然就29 明明就70 所以如果你用Labs行不通的話 這個時候呢 請你要想到一個函數叫Test 就剛剛我們用到這個函數Test Test的角色是這樣 如果你要真的能夠切到你要的東西的話 那勢必第一個 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先轉換成你看到的 那怎麼轉換 很簡單 其實你就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用Test 1 用Test 那不過Test的話 這個函數 它會跟你要兩個參數 拿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你的Value Value就在這裡 OK 那FormateTest 你不知道 那FormateTest要放什麼 這才是關鍵的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先取消一下 待會請各位先做的第一件 是按右鍵出生和格式 把這個數值裡面的公式叫出來 再制定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有一個小技巧 以後你要看你的公式 格式的公式 它基本上就制定 這邊可以找到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公式先複製下來 那至於裡面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不管 沒關係 先Ctrl C 先取消 然後呢 請你把什麼呢 剛剛的這個 我最近使用過Test 這邊會出現 把這個Value帶過來 然後呢 FormateTest很簡單 直接先加兩個雙引號 把剛剛的制定的東西貼上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它會發生什麼效用呢 它就會幫我把我剛剛貼上之後 我原來裡面的資料 是一個數字 29,846 那經過剛剛Test之後的話 它會做什麼事情 就真的幫你把這個資料格式化成這個結果的文字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它今天 是已經真的格式化成這樣的資料的話 那我外面再包一個Labs 取前兩個字的話 那理論上就會取得我要的資料了 OK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 這邊呢 它是一個數字 裡面實際上 那這個的話 是真的變成文字了 那如果我要切前兩個字的話 很簡單 那就在等號後面 在跟Test中間呢 加一個Labs L-E-F-T 錢瓜糊 把這個公式後面再加一個豆點2 意思是說 我要取 這個取得的資料裡面的前兩個字 好 按打勾 OK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呢 向下填滿 就會全部的年次呢 那統統取到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剛剛第一個是 把RETP改成這個Test 後面加三個零 就是三個數字 那不足的話就補零 那再來的話就是 切這個生日部分的年次部分 那需要先用什麼 先用Test 再用Labs 再用Labs 把它做切割 來 這個地方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